在电动汽车与氢燃料电池成为全球焦点之际 日本汽车产业的三位巨头却以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 丰田、马自达和斯巴鲁联手研发的新型引擎 预示着未来出行方式可能迎来一场彻底的变革 甚至可能完全颠覆我们对死前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家公司并没有盲目追随当前的潮流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业洞察 让这三家企业敢于另辟蹊径 掌握了其他竞争者尚未意识到的关键技术呢 让我们深入剖析这项极具颠覆性的创新技术 它或许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未来汽车的全部理解 一次出乎意料的合作 当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纷纷将目光投向电动电池和氢燃料电池领域时 三家日本企业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丰田汽车公司 马自达汽车公司 以及斯巴鲁公司各自宣布 将致力于开发专为电气化和碳中和目标量身打造的新一代 发动机 这绝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商业联盟 这三家在各自领域拥有独特优势的企业 正携手挑战汽车行业内普遍认可的唯一发展方向 在一次名为多路径研讨会的特别活动中 三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同揭示了这项具有颠覆意义的计划 他们所构想的发动机不仅能够使用多种不同的燃料 而且在体积上将更加紧凑 动力性能却会更强劲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发动机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电动机协同工作 此次合作最引人关注的一点 莫过于其选择的时机 目前绝大多数汽车企业正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电动电池 或氢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 然而这三家日本企业却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 将传统技术的精华与最前沿的创新理念相融合 审视行业现状提出全新见解 当今的汽车产业仿佛正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加速前进 电动汽车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各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禁售燃油车的计划 氢燃料电池更是被许多人视为未来的终极选择 但是丰田、马自达和斯巴鲁 在仔细审视了当前的行业发展态势后 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世界需要的是更多元的选择 而不是更少的选项 丰田在汽车领域一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们更倾向于混合动力汽车而不是纯电动汽车 他们的逻辑简单而有利 当前的电力很大一部分仍然来源于燃煤和燃气发电厂 因此当你为电动汽车充电时 本质上仍然是在消耗化石燃料 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丰田坚信一定存在更优的解决方案 马自达则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这家公司一直以来都专注于打造兼具驾驶乐趣和高效性能的发动机 其转子发动机在汽车爱好者心中拥有着传奇般的地位 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对其进行优化 以提升其清洁度和效率 对于马自达而言 此次合作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能够证明内燃机并非一定要走向消亡 而是可以通过净化石线新生 斯巴鲁则秉持着更为务实的路线 其水平对质发动机以卓越的可靠性而闻名 并能为车辆提供出色的平衡性 但斯巴鲁也深知 他们的客户同样需要环保型的汽车产品 此次合作使得他们能够在保留自身核心优势的同时 大幅提升车辆的环保性能 共同的信念 汽车的未来不应千篇一律 这些企业秉持着一个共同的信念 汽车的未来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 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出行需求 有些人居住在拥挤的城市 电动汽车或许是他们的理想之选 有些人生活在广阔的乡村地区 长途驾驶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有些人追求强劲引擎带来的激情驾驶体验 而有些人仅仅需要一款可靠的代步工具 联盟中的每一家企业都专注于完善其独特的发动机类型 但都融入了革命性的创新理念 丰田的直列四缸发动机 正在被设计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小巧和高效 该公司正将其在混合动力汽车制造领域积累的所有经验 应用于打造能够与电动机无缝协作的发动机 但真正的突破在于 这款发动机将能够使用多种不同的燃料 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汽油 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项目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 转子发动机一直以来都以其极其平顺的运转和紧凑的结构而著称 但其油耗较高的问题也广为人知 马自达的新型转子发动机通过融入混合动力系统 并采用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的清洁燃料 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难题 斯巴鲁水平对质引擎的改进 则聚焦于进一步提升其本已十分可靠的性能水平对质 引擎的独特之处在于 其活塞的运动方式是水平的 而不是传统的上下往复运动 这种设计能够有效减少振动并降低车辆的重心 从而提升操控性能 斯巴鲁新款水平对质发动机将更加小巧更加高 效并且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与电动机协同工作 燃料选择的革命性突破 真正令这三款引擎具有革命性的 是其在燃料选择上的突破性进展 新型引擎将通过摆脱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 并兼容多种替代燃料来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这些燃料包括合成燃料 生物燃料以及液态氢 但是这些燃料究竟是什么 它们为何如此重要 燃料革命 革命性引擎的核心秘密 在于其卓越的燃料兼容性 这些企业正在研发的引擎 能够使用三种不同的清洁燃料运行 每一种燃料都代表着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不同路径 合成燃料有时也被称为电子燃料或生物燃料 是一种人造的液态燃料 其化学特性与传统的化石燃料几乎完全一致 合成燃料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 合成燃料一称电子燃料 合成燃料及生物燃料是一种人造液态燃料 其特性与化石燃料几乎完全一致 合成燃料的惊人之处在于它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制造 并直接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 当合成燃料的生产过程完全依赖可再生能源 并且能够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时 其所蕴含的碳中和潜力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不妨这样理解 合成燃料的制造过程 首先是从空气中捕获现有的二氧化碳 然后将其与通过可再生电力制成的氢气相结合 当这种燃料燃烧时 它仅仅是将最初从空气中捕获的二氧化碳 重新释放回大气 这就像一个完全闭合的循环系统 不会向大气中增加任何新的污染物 当你燃烧这种燃料时 你只是将最初从空气中提取的二氧化碳 重新释放回大气 这如同一个闭环系统 不会向大气增添任何新污染物 生物燃料虽然与合成燃料有所不同 但同样引人注目 这类燃料主要由玉米甘蔗甚至枣类等植物原料制成 研究表明 生物燃料与氢气的混合物 能够提升火焰的燃烧速度 并有效减少碳排放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二氧化碳 而燃料燃烧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 恰好与植物生长时吸收的量相互抵消 同样形成了一个不产生新增污染的闭环体系 液态氢或许是这三种燃料中最具未来感的 氢气在燃烧时非常清洁 唯一的副产物是水蒸汽 尽管氢气的储存和运输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 但新型发动机通过创新的设计 使得液态氢在日常应用中成为可能 这些引擎真正独特之处在于其极高的灵活性 不同于只能使用电力的电动汽车 或者只能使用氢气的燃料电池汽车 这些新型引擎可以根据可获得的燃料灵活的进行切换 这种燃料的灵活性 或许正是实现清洁交通 在全球范围内普及的关键所在 这些新型引擎最具革命性的特点 还在于他们的协同运作机制 三家合作企业将共同致力于 优化这些新型发动机与电机电池 以及其他电动驱动单元的集成方案 从而打造出超越线 有技术的先进混合动力系统 传统的混合动力汽车 通常只是利用电动机来辅助汽油发动机运行 而全新的混合动力系统则是从一开始 就以协同运作为目标进行设计的 发动机的体积将更加小巧 效率也将更高 从而为电池和电动机腾出更多的空间 电动机可以显著提升发动机的运行效率 而发动机在行驶过程中 又可以为电池进行充电这种高度 成化的设计实现了智能化的动力管理功能 车辆的电脑系统能够根据实时的路况信息 动态的决定采用发动机 电动机还是两者协同工作的模式 在城市拥堵路况行驶时 电动机将承担主要的动力输出 在高速公路等路况较好的路段则主要由发动机提供动力 而在需要急加速的阶段 发动机和电动机将协同工作 释放出最大的功率 为汽车设计开辟全新可能性 这些小型化的引擎还为未来的汽车设计 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 此类努力将通过更紧凑的引擎 彻底改变车辆的整体布局 更小的引擎意味着更低的引擎盖设计 更宽敞的内部空间 以及更优异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未来的汽车不仅能够设计的更具未来感 同时也能满足人们对动力性能和续航里程的期待 减轻车身重量同样至关重 要传统的内燃机非常笨重 而大型电池组同样会增加车辆的整体重量 但是新型发动机的重量要比传统发动机得多 这意味着汽车可以搭载更大容量的电池 而不会导致车身过重 由此形成了一个理想的平衡点 车辆既能拥有电动机所带来的顺时加速性能 又兼具传统发动机所擅长的长续航能力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显为人质的优势 基础设施的巨大优势 为何此方案有望在于 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的竞争中胜出 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 基础设施的建设 电动汽车需要遍布各地的充电站 而氢燃料汽车则需要加轻站 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时间 资金以及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密切协调 但是新型发动机却拥有巨大的优势 他们既能够利用现有的燃料基础设施 又能够兼容未来的清洁燃料 合成液体燃料的能量密度与汽油相当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利用现有的加油站网络 进行配送和存储 合成燃料可以通过现有的油罐车进行运输 储存于加油站现有的储油罐中 并使用加油站现有的设备进行加注 由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 向清洁燃料的转型过程将大大加快 对于全球部分地区而言 这具有巨大的优势 在这些地区 新建基础设施可能面临诸多困难 或者成本非常高昂 农村地区 发展中国家以及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 都将受益于此方案 他们无需等待充电站或轻燃料补给站的建成 就可以立即开始使用清洁燃料 这些发动机的灵活性意味着 不同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选择最合适的燃料 农田广袤的地区可以侧重发展生物燃料 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 可以大力生产合成燃料 而具备清洁氢气生产能力的地区 则可以采用液态氢发动机 能够适应任何可获取的燃料 解决电动汽车的核心痛点 该方案同时解决了电动汽车最核心的痛点 续航里程焦虑与充电时间过长 当前最先进的电动汽车 其充电所需的时间 仍然远远超过传统汽车加油所需的时间 而新型发动机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燃料加注 与传统的燃油车别无二致 同时又保持了环保的特性 恰逢其时的合作 此次合作公告的发布 正值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尽管电动汽车的销量正在稳步增长 但它们仍然面临着多重挑战 电池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充电基础设施尚未完全完善 许多消费者对是否换购电动汽车仍然心存疑虑 与此同时 全球各国政府正在设定逐步淘汰传统汽油发动机的最后期限 这为这三家公司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遇 它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既能应对推动政府出台环保法规的环保诉求 又能解决阻碍消费者转向电动汽车的实际顾虑 其发动机既能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 又能提供消费者所期待的性能 续航里程和使用便利性 此次合作恰逢清洁燃 料技术日益成熟之际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 不断完善合成燃料的生产工艺 这是得采用此类燃料的发动机正逢其时 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 业界越来越认识到汽车行业需要多元化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单一的发展路径 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客户 以及不同的使用场景 需要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这三家企业正积极布局 服务那些追求清洁出行 但又不愿完全放弃传统发动机优势的消费者 该合作还使得各企业能够专注于自身的核心优势领域 同时分担新技术研发的成本和风险 丰田贡献其在混合动力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马自达提供其独特的转子发动机技术 而斯巴鲁则带来其在水平对质发动机方面的丰富经验 通过联合研发 他们的开发效率将远高于单方面独立研发 重塑行业格局 但这对当前的汽车竞争格局意味着什么 此次合作极有可能彻底改变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 当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将重点放在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技术 上时这三家日本企业却正在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将迫使其他制造商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战略布局 宝马 奔驰 大众等欧洲汽车制造商 正大力投资于电动汽车领域 福特 通用等美国企业也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型 但是如果新型混合动力系统能够取得成功 它将有力的证明内燃机仍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尽管其形态将与传统的内燃机截然不同 丰田 马自达和斯巴鲁的竞争优势尤其值得关注 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全新的汽车类别 这种汽车目前市场上还不存在 这种能够使用多种清洁燃料的混合动力系统 将能够吸引那些既追求环保效益 又注重经济性的消费者政策与燃料产业的变革 这可能会改变各国政府对汽车相关法规的考量 许多国家已经宣布了逐步禁止销售汽油柴油发动机汽车的计划 但新型发动机既能满足环保标准 又保留了传统引擎的优势 这或许会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 承认清洁内燃机是电动汽车的一种合法的替代方案 该合作还将促使燃料公司加快清洁燃料的研发与推广 如果此类发动机能够得到广泛应用 那么对合成燃料生物燃料以及液态氢的需求将大幅增加 从而加速这些燃料的开发进程 使其更具经济性并实现更广泛的供应技术的外溢效应 这些企业所研发的技术其意义远不止于汽车领域 使发动机适用于汽车的核心原理 同样可以应用于卡车、船舶、飞机乃至发电领域 这有望为多个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 重型卡车和船舶的电气化尤其困难 因为它们需要长途运输大量的货物 能够驱动这些庞然大物的电池将会极其笨重且成本高昂 但是采用清洁燃料的发动机 既能提供所需的强大动力和长续航里程 又能保持环保的特性 航空业也在密切关注这项技术 可持续航空燃料在上个行季 已经将航空旅行的放量降低了21% 能够高效燃烧合成燃料的发动机 可以帮助航空旅行实现清洁化 而且无需对现有的飞机设计进行彻底的改造 这类发动机的研发还将加速清洁燃料的生产进程 如果合成燃料、生物燃料以及液态氢 能够形成庞大的市场 将会有更多的企业投入到这些燃料的生产中 由此产生的规矩 摩效应将使得清洁燃料更加经济实惠 也更容易获取生物燃料、液态氢等领域将有更多企业投入生产 这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使清洁燃料更经济且更易获取 这项技术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这些国家建设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可能面临诸多困难或者成本非常高昂 清洁燃料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和当地的资源进行就地生产 这既能保障能源的独立性又兼具环保特性 经济影响与劳动力转型 该发动机技术的成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 全球汽车产业雇佣了数百万的劳动力 向新技术转型既可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也可能淘汰一部分现有的岗位 新型发动机既能维持传统汽车制造领域的就业 又能在清洁燃料的生产领域创造新的机遇 该发动机技术的成功可能产生重大经济影响 全球汽车产业雇佣数百万从业人员 向新技术转型既可能创造新岗位 也可能淘汰旧岗位新型发动机既能维持传统 汽车制造就业又能在清洁燃料生产领域创造新机遇 清洁燃料的开发可能会催生全新的产业体系 此次合作还可能改变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力量格局 擅长生产清洁燃料的国家 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可能会得到提升 而拥有强大汽车工业的国家 则可以通过研发新型发动机 维持其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对石油公司的潜在影响 对石油公司的影响可能尤为显著 尽管这些新型发动机仍然使用液体燃料 但它们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石油机燃料 这将降低对石油的需求 同时也为能源公司拓展清洁燃料的生产 创造了新的机遇 供应链的变革 汽车供应链也将受到显著的影响 传统的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商可能需要转型 生产新型发动机所需的组件 而专注于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企业 可能会在混合动力系统中发现新的机遇 因为这种系统融合了内燃机和电动机两种技术 环境效益的展望 该技术的终极目标是在显著降低交通运输 对环境的影响的同时 继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如果这些发动机能够成功普及 其潜在的气候效益将是极为显著的 实现环保效益的关键在于 使用清洁燃料碳中和的合成燃料 适用于任何发动机是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碳足迹的 中级化石燃料替代品 如果这些发动机使用真正的碳中和燃料 它们不仅能够提供与电动汽车同等的环境效益 还能有效规避电动汽车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这些发动机的全生命周期环境 影响同样可能表现优异 电动汽车需要消耗大量的锂菇等电池材料 而这些材料的开采和加工 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环境和社会成本 综合考量各类因素后 使用清洁燃料的发动机可能具有更低的整体环境影响 利用现有基础设施的能力 还能通过减少新建基础设施的需求 带来额外的环保效益 建设充电站、输电线路以及氢燃料加注站 都会伴随着环境成本 如果此类发动机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 则可以有效规避一部分相关的环境成本 燃料选择的灵活性还能帮助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效益 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可以优先采用合成燃料 农业废弃物充足的地区可以使用生物燃料 而清洁、氢气供应充足的地区则可以采用液态氢燃料 这种灵活性有助于在最小化成本的同时 实现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未来的交通愿景 这些企业之间的合作 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交通愿景 当全球仍在激烈争论电动与氢能熟优熟劣之时 这三家日本企业正向我们证明 或许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一条能够兼顾两者优势的创新之路 您如何看待日本汽车巨头们的这一大胆举措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